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韜盛 我现在来到台中的虎侧拉面这里 这家拉面店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曾经来吃过一次 但我吃过那一次之后 我就对这间的店印象深刻 所以今天我想跟各位一起分享这家拉面店 这家拉面店它总共有几间分店 可是它这一间 它是唯一可以内用加面吃到饱的地方 那等一下我们一起进去开箱这家拉面店 一起体验一下虎侧拉面 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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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OK 各位 我现在已经到店里面了 是不是我没有想到它这家店 应该是有做一些装潢吗 这家店它感觉跟我以前来的那种印象 有点不太一样 如果你跟你的家人甚至说跟你的伴侣 一起出来吃东西 然后同时就可以包容一些吃东西的饮食 我觉得这种环境是还蛮舒服的 那它这边一样是有提供这种冰块水的 我觉得有提供冰块水这种拉面店 就是很有诚意的啦 那它这边点餐的话 它这边有个平板系统 我来看一下 那今天来这边吃啊 我是有锁定说要吃它这种浓厚系列拉面 OK 不过我们今天就吃它的招牌拉面好了 就这个 口味的话 这边可以自己做选择 一下子就好了好快哦 一下子就好了好快哦 在吃拉面之前啊 我会推荐各位啊 先喝喝看它的汤 用它的汤打开你对拉面汤汁的味蕾 我觉得这个汤头算是蛮浓郁的豚骨高汤耶 还不错呢 喝下去有一种猪背之类的味道 就是有香味 在嘴巴里流香啊 我们吃一下 拉面 哇 嗯 嗯 那我们等一下吼 我是想说先吃吃看它的叉收 我们再来夹面了 這碗拉麵的靈魂之一 各位啊 這個叉燒它肥瘦比例十分的均衡啊 它的肉片中間吼有瘦有肥又有瘦又有肥 這叉燒我覺得OK耶 那我們來加麵吧 我們加麵已經到了 趕快趁現在把它加下去了 光吃這種可以加麵拉麵店啊 我最推薦吃法就是說 把這個湯當成沾醬來沾 換說這種硬麵啊 它泡湯泡酒一樣會變爛 兩個小 Today 烤麵 自己可以加麵 看多一點 烤麵 嗯 這點下次加麵之前啊 我想要加一些七味盆下去 好了那我們就繼續點個加麵吧 來吧 水路易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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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球加面到了 OK啊吃完了 那我們再來加一點七味粉吧 這個一瞬間這個湯啊變得紅通通的了 那我們緊接著繼續加麵吧 嗯謝謝你加麵到了 來吧 那我們用滿滿的木耳來搭配這一口麵 哇這碗麵跟我年輕時吃到的味道 一模一樣 那我們繼續加麵吧 謝謝你 第五球加麵 第五球加麵 再加上 Kryon 這位於我的後面 第五球加麵 OK啦各位 那我們繼續加麵之前 我們先來吃吃看這顆糖心蛋 它這個糖心蛋的口感我覺得它比外面拉麵店的蛋黃煮得比較熟一點點 所以咬下去的時候你可以咬到蛋白Q彈的口感 但蛋黃它因為煮得比較熟 所以它帶有一點沙沙的蛋黃口感 謝謝你 謝謝你 可以啊 第六球加麵來了 我是覺得說等一下 它這個湯應該已經快要不能加麵了 已經快乾掉了 嗯 那我們來加最後一球麵吧 我們現在在這邊吃到拉麵啊 不管是在台灣或者說你在日本 你吃到拉麵它的原油都是從中華開始 中華拉麵 直到這個中華拉麵它傳到各個國家 他們會依照當地的特產或者說氣候 來去決定說它口味是如何改變的 可是像是在台灣的話這個地方 因為這邊氣候適宜啊環境宜人 所以它不管什麼派的拉麵 全部都all in 進來 那這個拉麵真的到現在已經變成 拌麵的感覺 我們可以用這一碗麵 就吃到不同風格吃吧 這也是我一點有點樂趣的感覺 先看一下 拌麵 半面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湯喝完就是给师傅一个最好的赞美了 谢谢招待 OK啦各位我现在已经在店外了啦 是说今天台中天气虽然烈阳高照但是现在吹着栩栩而为风 那我们来说说今天吃面屋虎侧的想法啦 今天吃的这家拉面店 它是豚骨系的拉面店 而且它这边的面也是它自己做的 但是它的面条粗度跟我们熟悉的博多拉面比较不一样啦 如果我们叫博多拉面是细面的话 那它这边的面应该叫做中泰面 因为拉面的面条它总共有分几个等级啊 我们最常见的博多拉面店大多都是细面 不过这种定义就是因人而异啦 我们吃一碗拉面250元就可以有包箱冰块水还有充电服务 我是感受到这一餐我获得满满的享受 但是今天唯一美中部煮的地方是 我觉得他们的拉面的油可以再更厚一点啦 但是对我这种重度拉面口味爱好者来说 如果今天这个拉面它可以油浓腥 我觉得就很完美了 你们一定好奇说我们吃拉面怎么会有腥味对不对 我跟你讲有的猪油它是可以煮出一种猪油的腥 虽然说并不是所有的拉面爱好者都喜欢这个味道 可是我还蛮喜欢的啦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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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